香港朋友最關注似乎都是住屋問題 所以今集找Liki寶寶專注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還有其他的議題 可以繼續留言或inbox給你 歡迎來到這個什麼國都追 最多人關注的國家還是英國 很多人關注除了去過那裡做什麼 很多興趣之外 其實還有住屋問題最想解決 買樓、租樓是怎樣的情況 繼續請來喬寶寶 這次還有他的兒子 喬寶寶的兒子 一道炮 跟我們講解一下英國買樓的情況 歡迎兩位 Hello 大家好 喬寶寶我知道你是香港人 基本上九成九時間都在香港 近來就是回去了 所以說到英國的住屋經驗 就真的要找一下兒子 印度炮先生出馬 嘩 兒子 帥哥 你好多 一向的 那也有我的BNA才行 不過我們很快就進正題 是 兒子在英國住了多久 什麼時候開始在英國住 2003年來了英國 哇 十幾二十年 那就真的請教你了 在蘇格蘭是怎樣買樓怎樣住的呢 你那時候是租樓住是不是 我一來那時候租了 租了六個月 然後就買回家 譬如我明天要去蘇格蘭的住 租的地方住一下 有個家 大概多少錢 Glasgow的話 Galaxy哥 500至700磅 每個月夠了 如果你去愛丁堡的話 都應該900至1300 嘩 很划算 900至1300是多大 有沒有500呎 應該多一點 蘇格蘭很開放的 沒有香港這麼窄 所以多數的房子都會開放一點 蘇格蘭我知道你近來都說買了幾棟樓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買樓近這幾年是怎樣買到幾棟物業的呢 我2017開始 我買了一個52,000磅的房子 兩個房子 應該有600多的Square Feet Initially 我就Cash Buy了 52,000 接著有租的話就500磅 那 Roughly 11.5% 它的interest 從購物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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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物業 然後我下一年 remortgage 我只收回25% 75%給銀行的購物業 然後用那75%的購物業的購物業 再買一個購物業的購物業 再買了蘇格蘭6萬的 那它的租都600磅 那又保持11-12%的購物 Returns 蘇格蘭 即便宜很多 你去英格蘭的話 你不會拿這些% 因為那裡貴很多 比於蘇格蘭 不過比於香港這些 沒有得到 6萬香港什麼都買不到 嘩 即是拿第一棟樓 叫做全銀給了所有錢之後 就可以拿回來做議案 就買第二棟樓 理論上可以在蘇格蘭再買的 即是你這裡最重要 你給到最少 多數20%或者15%的 down payment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mortgage 那6萬我最多都要15000 租出去多少錢 我52000那個租了500 但我知道你近來 近來在曼徹斯特市都買了 沒錯 那我move up 了蘇格蘭 現在曼城買了 很久了 35萬 那我又要給了downtainment 15% 給了86000 現在曼城貴了很多 為什麼會選去曼徹斯特市買 不在你自己的蘇格蘭 我在看長期 我哪裡買 它的價值會升得更厲害 我蘇格蘭這些 你當我5萬那個 10年後可能6萬 20年後可能7萬 不過我現在曼城的35萬 10年後最少應該50萬 20年後可能70萬都有 曼城和Bermingham 這兩個地方是最普遍的 因為倫敦好像香港一樣 太貴了 很多人都不想倫敦住 因為根本太貴太小 所以他們全部都move up 在曼城是最普遍的地方 我都在購入 我現在什麼都買 曼城的話 20年後 10年後 都會升很多 所以我現在選了曼城 有些人是想租的 如果租你的單位是多少錢 我那個就是1800鎊 不過看看你想住什麼樓 Depending on 越高的話越貴一點 不過不會那麼大分別 我那個是兩個bedroom 所以1800鎊 你可以租一個bedroom 會1500鎊 因為很多人都想過去 租和買都會想考慮 他們都在想 那邊住哪個地方好呢 一到拋你比較多的經驗 你比起我們一定是最多的經驗 有沒有什麼建議給他們 怎樣去選英國的樓 我多數會看他們的 History 這裡有很多website 你可以去 你看到他們10年 他們的價值有多增加 我多數會看這些 因為你買什麼租 你都想去一個是 growing area 就是他現在在這裡 5年後的這裡 10年後的這裡 我多數都會這樣 考慮看看哪個area 是growing的 因為多數growing的話 他們會有多些investment 在這個區域 好吧 現在你們兩位是在蘇格蘭 那裡是租給別人 每個月很穩定地收1,800元租 就是一個很成功的買樓模式 蕎寶寶你不考慮買幾棟 在這個區域 你真是當我才神 人民幣 賺很多 55歲時有一個退休金 到時就 我想未來2025年 退休金就會來 連賣pension 到時買都不遲 現在暫時我都叫兒子養了你這麼久 是時候要你報答我了 印度炮先生 你知道現在香港很多朋友 他們考慮想過來英國居住 你都在香港生活過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或者你覺得大家要知道的情況 想告訴香港的朋友 如果他們真的想著 明天 例如我也是 明天過來英國 無論是蘇格蘭還是曼茨斯特市居住的話 有沒有什麼建議或者說話要跟他們說 看看你們是在什麼生意 香港當然是很忙碌 這裡很少的地方是晚上都忙碌的 倫敦曼城公便有 你想住香港的生活風格的話 你去那些忙碌的地方 好像倫敦曼城 博明 蘇格蘭是很寧靜 這裡你當作是retirement age的話 你想寧靜的生活 你不想那麼忙 那蘇格蘭就對了 這裡是很open 很多land 很多green scenery 不是說很busy的 根本跟香港很大分別 不過 我就lucky 我的媽媽和爸爸都傳到我這裡 你這裡 這些就不關大人事 不過那些小朋友 你住蘇格蘭三年的話 他們會認你去蘇格蘭的citizen 大學會免費 這個就是很大的attraction 因為大學 你現在英格蘭讀的話 最少9000磅每年 最少要讀四年 36000 蘇格蘭我一磅都不用 很多人他們有不同的生活選擇 多謝印度炮先生和我們 分享一下 過年人的經驗 我們現在是最需要這些經驗 例如說小朋友讀書 就可能在蘇格蘭有這樣的發展 如果說工作生活 在英格蘭那邊 就可能近一點 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的經驗 如果子女都讀完 譬如讀中學 我覺得蘇格蘭會比較好 變成你住滿蘇格蘭三年 大學免費 我覺得挺好的 如果子女都是小朋友 我覺得英國會比較方便 好啊 我們聽完你這樣說 其實我很想快些 可以過來你那邊 體驗一下蘇格蘭也好 曼徹斯也好 這個生活 大家都希望疫情 盡快過去 大家可以自由選擇 不同的地方生活 這次先聊到這裡 多謝蝦寶和印度炮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的經驗 之後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都很想再找兩位 再跟我們分享 這次先聊到這裡 多謝 好 謝謝 拜拜 香港的不少朋友 都有買樓和租樓的經驗 但每個地方 它的玩法規則 注意事項真的很不同 譬如有些地方 有交易稅 房產稅 印花稅 增值稅 很多你未聽過 未接觸過的事項 還有持有物業的成本 按揭玩法 很多學問 既然移民英國 買樓又不是掛勾 不如先考慮租住樓 或者打算買的 真的要找一些專業 可靠的公司幫幫忙 還有看我們的節目 聽聽當地個人的意見 參考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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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